这是我和母亲度过她最后的12天的世界 在一个昆明一个老公的医院 在高中二人之间朝着伟人的一路 最先朝起蓬勃走向新生活的人 他们的命运是令人羡慕的 马克思 人在生病的时候依赖大了 我回过她下午母亲临终前的两三天 销售眼睛没有观察 不想说什么话 她也不能说什么话 但是好像她也真的不想说什么话 一个有关母亲的这种记述和记录和回忆 她和我的这种成长 我怎么样通过一种治疗的方式 让我的一种人生